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的文章上 对老杨私房茶 我们推荐的葡萄酒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二维码 关注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曾经战狱 高峰亮节 如今是在众目睽轨之下 被驾走离开会场 这两天围绕胡锦涛和家人安危的传闻甚广 八十多岁的清华老校友严准 致函习近平敦促保障胡锦涛人身安全 海外的媒体持续关注二十大闭幕式 胡锦涛被工作人员驾走起身离场 有人把几家电视台拍摄的视频 做了一个完整的衔接 试图找出整个事件过程的真相 我们看到最新被整理的视频画面 和几位当事人的话语 可以断断续续听到以下的对话 习近平 别让他们翻过来 就是那文件 这句话被工作人员对胡锦涛 重塑了两次 胡锦涛仍然试图要翻过来 但栗战书不落 拿着红色的封盖给盖上 一边的王沪林插话 人家说了就这么放着 表结权表结钱不准了不准看 工作人员期前对胡锦涛 重塑了刚刚两遍 习近平的指令 别趟他们翻过来 然后示范给胡锦涛看 胡锦涛以为不要翻白显然是不得要领 一次又被栗战书推开 然后栗战书用红色的封盖盖住了白色的名单 转头跟工作人员解释 王沪林插话说 跟他说了就这么放 仔细观察现场视频的朋友是说很奇怪 主席台后排都有翻过看 都有翻过看 习近平自己面前也翻开看 所以胡锦涛就要把习近平文件拿过来看 习近平制止了 然后胡锦涛就被架走 当然有一段视频还有一个画面 警卫员替胡锦涛扣上了上衣的扣子 然后呢到他的另一侧把他拉起来 大体上这就是个完整的记录 很多人看了之后 这直接的反应是 看起来并不像是新华社所说的身体感觉不适 但大家是没有办法解释 不知道如何来解释 紧接着这个二十大闭幕的第二天 网络上突然出了一个消息 胡锦涛政治事件专案组已经正式成立 就设在京西宾馆由王富林负责 并声称当晚胡锦涛全家七十多口人 全部被抓 儿子关在南院机场的双规地点 刘永青 胡海青 毛道林 以及司机等的全部服务人员都被抓 孙子女儿都被抓 儿媳为小梅保姆 在胡锦涛离开会场也被抓 具体的事宜是由丁薛祥负责 我更认为显然是谣言 可以归录了有些方面的信息站认知站的范围 再怎么狠 也不至于就这么下手 如果真要抓 恐怕得先对江泽民家族 曾庆龙家族下手 不至于是胡锦涛 但还是有人担心胡锦涛的安全 今年80多岁的前中组部的局级干部 清华大学六四级入学的严准 在26号凌晨 就我录这个节目了凌晨 通过社交媒体致函习近平 询问胡锦涛的事 信是这么写的 习近平主席 我1964年入读清华大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组部时候 跟胡学长和习学弟 皆有密切的双边接触 因为胡学长和习学弟 都是这个青年干部局的严准参与审核的 此后一直关注两位校友的进步和作为 二十大开幕式看到学弟精神泛化 学长苍老憔悴 感触良多 而闭幕式学长被参幅离席 令人费解 海外媒体和国内网络 疑云顿起传言遍布 谣言指一真相 殷切期望 习总书记领导的第三任党中央 迅速公开事实 立即平息混乱 胡学长若因身体欠家离席 请简略公开 公布病情 社会主义国家领袖 健康情况确实是绝对机密 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全国的民众都关心 无前主席的健康 落回生理因素 折记心理原因导致的行为 胡学长和学弟的部下 一方或者双方可能有处理欠家之处 也请学弟你调查了解 明察秋毫 对内批评教育对外列下说明 以正视听了结此事 我已经入党57年 虽然退党33年 能有党国情怀 我海外28年放弃多国绿卡 家国情怀 使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 离席事件 落不澄清 严重影响贵党和我国的声誉 爱之深 哲之却 故发此信 中国公民 清华校友 严准 2022年10月26日 临时于北京 他公布了他的大陆的公民的身份证号 严准曾经写过本书 进出宗主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的另类人生 那么长篇的回忆录 李瑞杨继绳作序 2017年是明镜和平那个出版社出版 书中也提到了 陈云的儿子陈元 说过一句话 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 对于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 又是阶级利益 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 那么这里面当然也写了 成员薄熙成的提拔的过程 没有写到薄熙来 当然也涉及到了 对习近平的提拔的过程 杨继绳的血系 他也是清华 他说我对成员校友 他不是清华 也是人大 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 我认为披露这个奥秘 这正是严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还有一个叫张笔的说 认为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 中国官场和政坛 网上消息说这个严准 也是红二代高干子弟 母后母亲和江泽民交好 本人是个技术专家 曾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认识 参与过当年对习近平的政治审核 后来带看中共的政见不合 脱离了体制 估计是六四 首先第一点 我们都记得十年前 胡锦涛曾经被习近平赞颂 高峰亮节 在2012年的18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 当时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会发表讲话 想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 表示敬意 称担他们带头离开领导岗位 体现的崇高品德和高峰亮节 胡锦涛当时也表示 希望中国的习近平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全面建筑小康社会混斗 十年之后 在主席台这一幕被外界的解读 众多意见分成 但是总给人家一种当政的很不厚道的印象 第二 八十多社的严准不见得是要来乘流量 他可能想借助这样 向清华大学校友习近平呼吁 对另外一位清华大学的校友胡锦涛不要吓手吓得太狠吓得太重 当然搞政治的人不可能讲厚道 新华社官媒宣传习近平很容易掉以内动感情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是虚还是实 胡锦涛当年的裸退 给习近平前面接掌党政军大权铺了一条相对平顺的路 而这一点也赢得了口碑 相信习近平也不至于遗忘的太快 第三 庶民子弟 从政看来如果不懂得像李鸿忠这样极尽全力效忠表态 或被视为不愿意选边站 仕途也是会有天花板 不只是李克强光阳胡春华这样 其实退了十年的胡锦涛本人也是这样 这就是中国政坛一个很无情的画面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每次两天来就发展巡行 员 这就是加纪 —毕专 这个 неп쉬的 就 igual不qualified 你看 乌 嘛